社会住宅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居住形态 我们常听一句话说 安居才能乐业 随着政府的政策推广 这项租赁新形态也正式启动 台湾市的社会住宅政策 大概可以分三个部分来协助我们的市民 我们目前由委托业者来做包租贷款 资格调整还有区域的一个限定 让比较多的市民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福利政策 包租贷款它既然是一个政府的政策 那我们经过团队的一个评估发现 它是一个好的政策又是对的政策 因为它是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租赁专法 来健全整个租赁的一个市场 那我想既然是好的又是对的政策 我们当然全力以赴来执行这样的一个计划 看见社会住宅趋势的吴总经理 因应市场需求决心投入租赁服务管理 让租赁住宅得到更妥善的管理经营 更透过合法管理专员协助房东处理繁琐事务 陪伴租客找寻安全住处 营造友善租屋环境和稳定租赁关系 以总管家来讲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服务条款 都是针对房东跟房客 他们自己本身需要的一个权利 必须跟他讲解的非常的清楚 包含总管家在这个业界里面的一些价值 在我们会务实到政府 他推动这个色载的一些相关的细项 那相对等我们的角色也必须要表演到到位 让他们可以感动到的是说 我们的家原来是由总管家帮我们找到了 这样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你好 我们这里有承办社会住宅吗 有 我也好 我发觉总管家在配合政府方面 我觉得条例方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对房客对房东来讲都有实质的保障 那不管是房客房东来讲的话 都是最大的收益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点是 他们的服务跟积极的态度 那我感觉到说 我觉得交给他们我觉得很安心 秉持服务一、三、六的精神 从一条龙租管胜服务 到合约、乌矿和金流的三大安全 以及核心六大指标 让房东、房客都能感受到细腻的感动服务 每一位管理师都取得合法证据外 也结合了六师、二师的健全团队 并通过政府的各项审核条件 让整体服务更加安全 因为我们要管理业者 所以我们对于应审核的相关的内容 我们一定要逐一审核 那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人 主体的部分 谁有这样的资格 第二个部分是业别 第三个当然就是契约书 人跟业别都对了 契约书的部分 当然要在法事的范围 双方资讯对等当民众把关 秉持一切以成为本的精神 除了核心区域外 也延伸至偏乡地区 让相对弱势族群 以不增加经济压力的前提 找到他们想要居住的房子 我在房仲市场也从事了二十几年 那二十几年来一直秉持的就是交易安全 今天跨组的租赁市场 我一样要打造让我们的中管家 零风险的租赁市场环境跟服务 那我想这样整个的 秉持服务136的企业核心 我想中管家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 发光发热